侯宇市長因為議會總質詢無法出席頒獎 由副市長劉荷然代表 劉荷然表示 很感謝全新北204萬勞工在工作崗位上的認真付出 而現場的246位獲獎者則是基層打拼的代表 也謝謝大家配合政策挺過疫情 現在解封了一起為未來的經濟打拼 204萬的勞工在新北市是非常重要 因為各行各業的每一個角落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所以在座今天的獲獎是從204萬 男人勞工朋友算出來 那邊有170位是模範勞工 有60位是優良駕駛包括公車跟計程車 還有16個單位是我們公會表現好的公會有16個 所以今天總共有246個人跟單位來接受表揚 所以代表市長謝謝大家 尤其在防疫階段這三年大家都很辛苦 因為這三年各行各業已經受到很大的衝擊 那我們堅守崗位 所以讓新北市受到疫情的衝擊是降到最少 所以各位在現場的表現 現在是疫後 將是疫經濟復甦 我們的角色也越來越吃重 讓前幾年我們受到的衝擊 今年開始我們再把它追回來 其中貨班身心障礙模範勞工的林峰嬌 從小就患有眼球症戰症 導致眼球無法固定 影響日常生活 對工作求職更是莫大的考驗 他現在是一位飯店房務員 每天抱著樂觀進取的態度 也感謝同仁和主管在工作上的協助 認真對待每一份工作 因為我眼睛看不見 因為我們做那個扁燒房間的 所以說道具要慢慢做 我怕都不會過 我們主任跟我們的林班都會打到三天 因為他們要檢查房間 他會打到油 不然還叫我回到一顆有缺失 他會打過 因為我們的同事都不會到燈 做空氣好到燈 大家都心情不錯 勞工局長陳瑞嘉表示 五一系列活動也陸續展開 今年推出全國首創的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友善職場認證計畫 即使起到6月12號 主要是設立在新北市的私立機構 和事業單位都可以報名 獲證的單位除了公開表揚 還有機會獲得最高5萬元的獎勵金 增加企業曝光度 而且形象再加分 記者趙世淵 新北採訪報導